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没有秘密》是一部16年上映的韩国惊悚片 虽然豆瓣评分并不高 但是在韩国获得了不少奖项 饰演电影男女主角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韩国演员金祝贺和孙艺珍 所以演技虽然不用担心 而且这部电影一无既往的在叙述剧情的同时 也拷问了人性 总的来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电影开始是在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下进行的 电影的男主角金祝贺饰演的金中灿 是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不止事业有成 还有着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以说是一个人生赢家 这边丈夫忙着选举 妻子也成了她的有力助力 某天妻子金言红回到家里 发现自己的女儿失踪了 这也是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开始 母亲寻找了她所能寻找的任何地方 无奈之下想要报警 可是丈夫金中灿却觉得 女儿是离家抽走了而已 看到这里甚至觉得她对家人有些目不关心 而金中灿最先想到的是 自己不可以在选举期间闹出这样的绯闻 可能会将她的事业毁于一旦 但是更奇葩的是 社会的舆论并不相信 他们的女儿真的失踪了 反而觉得这是为了选举伯的同情而搞的事情 丁立的警察基本上都是猪队友 在女儿失踪的日子 没有提供到任何线索 只能靠着女主角自己来寻找女儿 妻子金言红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寻找着女儿 甚至为了女儿自残身体 还找到了神婆 想要女儿的朋友会一起更多的事情 有些事情看起来荒唐 但对于一个失去了女儿的母亲来说 没有什么比找到自己的女儿更加重要 可是另一方面 男主角金筑贺的净血 竟然还有条不紊的进行 女儿的失踪还真的为她立起一个好爸爸的招牌 可是CM母亲这样努力的寻找 最终找到的却是女儿冰冷的尸体 随着她的调查发现 原来女儿和自己摇滚乐队的伙伴 竟然是超过友谊的关系 而自己的丈夫和班主任 竟然有苟且之事 自己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 偷偷地拍下了他们在一起的画面 这两年来一直威胁老师 所以他们才会得到考试的试卷 还对老师勒索秦才 当然看完电影我们都知道 电影的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反转 原来老师把自己被勒索的事情 告诉了男主角金筑贺 但是金筑贺并不知道 勒索他的人是自己的女儿 还派杀手杀死了女儿 最终杀手被女儿的朋友杀死 这也是电影最开头 讲的路段上的车祸事故 最终妻子对冷漠的丈夫 展开了残忍的抱负 而且并没有让他死 而是把他出轨的证据 传给了竞争对手 这其实是对丈夫最好的折磨 他失去了自己最重视的事业 人性的冷漠 在这个男人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电影结尾的烧牢 也让人意想不当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